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华严寺特有的刑法四大工程之一的华葬工程 那这个华葬工程呢是我们导师海云记梦法师修学佛法二十几年来的这个心得 他自己所走过来的这个心路历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这个华葬工程的这个宗旨呢 它是要透过聆听欣赏接纳来培养我们来这个提升我们的生命品质 来破我们这个我执法执 因为我们说我们学佛要破我执法执 那学佛如何说从破我执法执如何破呢 就从这个华葬工程开始 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介绍说为什么这个华葬工程可以破我执跟法执 那这个华葬工程它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研讨 那第二个阶段是结模 那第三个阶段是师肢的养成 那这个师肢的养成又分为写作班跟这个讲师的培训班 等一下会一一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现在先来说这个研讨第一阶段的研讨 它的这个研讨规则 那研讨它又分为三个阶段 初级中级高级 那这个课程的方面呢 都是我们海云法师的著作或是说录音带 那也会配合说那一组的学生的程度 或是说他们有想要研讨哪一个部分来做这个这个课程的这个选定 那研讨的规则第一个 每一组三到五个人 三到五个人不能多 因为我们三到五个人 每个人每一次都要讲三轮 每一轮三到五分钟 我们才能够来维持这个我们研讨的品质 研讨的品质 那在讲的同时呢 我们同学事前就要先做功课 把当次该周的要研讨的项目回去 在家里就要先做一个重点整理 分三个重点 那每一个重点呢 我们来研讨的时候讲三到五分钟 那如果你不会讲 那可能就要罚站 同学们跟你一起站个三分钟 就是要等不能说我不会讲 我不要讲或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是在透过这个 罚站工程来训练我们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逻辑 我们的表达方式 我们欣赏的能力种种的 那透过这些呢 我们一定要自己不断的超越 不能姑息自己说 我不会讲 我就不要讲 不可以 我们一定要每个人讲三到五分钟 讲三轮 那第一轮跟第二轮 是我们就我们这个 以当周研讨的部分内容 来做一个发表 那在讲的同时 其他的同学是不能差意见 或是说 他这是不能接拢 不能接下去 譬如说前一个同学 他讲说他的小孩子 学业上有什么问题 或是说在同学方面 人际关系有什么问题 那下一个人他就不能接下去 如果再接下去就是接容 他会把整个议题都把它 好像会走偏掉 没有办法把这个议题控制得很好 所以他不能接容 他不能够接容 要就我们当周 当周所研讨的部分下去讲 每个人三到五分钟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 我们在研讨的同时 我们不能够 没有不能够批判 没有所谓的是非对错 或是怎么样 或是一个资鉴上的一种判定 或是说比较会讲的人 或是学佛比较久的人 我们都来问他说 这个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这样子好像不对 不行 因为我们每个人看 这个对事情的见解都不同 因为我们局限到 我们个人的受的教育 还有我们生长的环境 我们的意识形态 乃至于说民主国家 每个人都不同 看的事情角度也都不同 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个滑胀工程 来做聆听欣赏接纳 就好比我这个手掌好了 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看到的是我的手掌心 可是我自己看到的是 我的这个手背的部分 我们讲的地方 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侧面的同学 也许他看到的就是大拇指 但那在另外一边的 可能看到的就是小指 这当中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只是我们这个欣赏的 看的是角度不一样 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那这个我们在研讨的同时 就是在训练我们欣赏的能力 接受的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人 就是自我主义太强 我看到的才对 我说的才是 你要听我的 其实我们 我们学这个滑胀工程 就是在欣赏别人的意见 那也在破除自己 因为你在欣赏 在聆听 在接纳的时候 也就是在自己破自己的我执跟法执 因为我们就是有那些的自我执着 或是说我们 我们用我们以往所学的这些东西 来看事情 所以说我们会有我执 法执的存在 那如果说我们在研讨的时候 真的能够确实来 来遵守这项规则 聆听欣赏接纳 别人在讲的时候 我们就是静心倾听 就是欣赏 别人有这种看法 为什么我们有这种看法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明明是同样的一些 明明是同一个 好像是一个主题 同样是一卷 那个海云法师的tap 那为什么我们三到五个人 所陈述的重点都不一样 所看的见解也不一样 那这其中我用你自己来参加 你才会了解说 这各种的好 你自己来参加 这是第二点的部分 在这个我们研讨的当中 没有所谓的是与非 对与错 没有这个评断都没有 好 那在第三点的部分 因为在事前 我们已经做了这个重点的整理 那第二点就是说 在我们在事中 我们就是尽量的把我们觉得 所谓的重点 这样子跟大众分享 那第三点就是要再把 我们已经研讨完了 所有的人的这种 所谓的心得也好 你觉得 因为他讲了这个部分 你觉得你想再多询问的 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或是说把每个同学的 这个见解都记录下来 整个汇总起来 这是第三个的部分 因为我们不是说听听就算 因为听的时候 久了就忘记 没有这回事的存在 所以我们第三个部分 我们是综合自己的 还有说重点 我们把它截录下来 以后我们可以编辑成册 跟大众结缘的部分 这是研讨的部分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所谓的结模班 那结模班 它是一定要透过这个 华藏工程的第一个阶段 研讨班 他要研讨班 有进阶之后 他才能够进阶到这个结模班 那这个结模班也是 每班都是三到五个人 那这个时间就不一样了 这个结模班 每个同学 他一次要讲20分钟 一次要讲20分钟 那讲完20分钟 就要让其他的同学来问问题 来来结模 这是这个是一个进阶 因为第一个阶段是研讨嘛 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是与非 没有评论 没有讨论都没有 就只是纯粹的聆听 欣赏 接纳 只是接受别人的 把自己的给分享出去 那第二个结模班 他就有讨论的空间 所以要参加结模班之前 他一定要有第一个阶段的基础 一定要有第一个阶段的基础 那结模班是一个人讲20分钟 每个人都讲20分钟之后 开始综合讨论 这是结模班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师之养成 那师之养成又分为讲师跟写作 那讲师的部分是一次50分钟 就是一堂课50分钟 那他讲50分钟之后 其他的时间就给其他的同学来问问题 为什么说 这个语出何处 收集的资料是从哪边收集而来 这个理论的观点 他是站在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角度 站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来讲这一个讲题 这是这个讲师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师之写作培训班 因为有的人不像 因为每个人不同嘛 有的人就是能够侃侃而谈 能够很这样子 很随性的就能够转法轮 或是为人讲解 那有的人可能就比较着于言辞 所以要在这个写作的部分上发挥 那这个写作的部分 有的可能就是论文的写作 或是说小品文的写作 乃至于说 编辑和尚的法语 种种之类的这些 都算在这个写作培训班的部分 那我们华研寺会依每个学员 每个同学的这种性向 兴趣不同 来跟大家做一个教育 跟这个栽培培训的部分 那今天对这个华站工程 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那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您随时打电话 到我们大华研寺来 我们很乐意为您 一一做更详细的解说 阿弥陀佛 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玄机啊 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玄机啊 大圣这个法 他带有这个玄机啊 我们这样讲你可能体会不到 师父啊 你这样讲你自己在红华街 你众生赶着我们 当你的挡箭牌你就说嘛 我举一个例子 给你参考看看 我们这社会啊 我们这社会啊 有很多产品 有很多相同的产品 有没有 电视 现在最有名的叫手机 有没有 电脑 你去注意看看 这个 有很多人做直销 他们产品好不好 都一样好 都一样好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很实际的例子 就发生在啊 我们同修之间 有一个同修啊 做了一个产品 叫做生机饮食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嘛 在台湾学佛人 不懂得生机饮食 大概会死啊 很有名的 琉璃光 雷九南 江淑慧 对不对 还有新的啊 什么陈昭南啊 什么陈香飞啊 有没有 那更多啦 嘉义就出了好几个 那个安利也是嘉义人 那个陈昭飞也是嘉义人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你会发现啊 这些产品啊 因为他们的推销成功啊 对不对 所以他走出来了 那有些人 也做了这个产品 但是呢 他没有把它推销成功 所以呢 他失败了 对不对 你看商品是这样哦 我告诉你 大圣佛法 跟他完全一样 你的法再好啊 要是没有推广出去啊 好在哪里 你只有啊 包回家 孤方自赏 那个法再好啊 没有用 对不对 你的法好 就像那个商品好 那你要会推销出去 你要是不会推销出去啊 他再好也没用 他再好也没用 对不对 事实上你可以发现到 有很多人吃的那些生机饮食 有效没效 你自己心知肚明啊 心知肚明 我吃生机饮食 除了拉肚子以外 其他效果都看不到 有效没效我就不知道 他说有效 我想想也有效 拉肚子有效 那其他有什么 那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的 你已经看到这一点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从开始学大圣以来 我到 进空法师那边听经 我是偷偷的这样子 这样捏进去的 因为我问人家说 可不可以进去听 我就站在外面 要进去 也不是 不进去 里面几个人 座位都空着 我就趁着那个人 很专心的时候 这样捏进去的 坐下去 所以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在讲什么 香音又那么重 像这种冬天啊 下了班啊 天气又冷又吃饱啊 然后穿着一件厚夹克一包啊 然后坐在那里 听不到三分钟就睡着了 睡到人家 唱回响的时候 才吓醒了 因为他的香音好睡觉啊 还在唱歌突然间 响起来 这样睡了好几个月啊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道场里啊 要是有人能够好好的接待 不知道多好 所以我开始讲经历 再来讲说 有人来的时候好好接待 好好接待 可是我所听到的就是说 你们那里冷漠无情 很多人到我们这里来 都被我们把他阵亡了 他很高兴的来 他碰到铜墙铁壁 统统倒下去了 那这表示啊 我们的法不好嘛 你没有办法推广出去嘛 所以来一个 死一个 来两个 死一对 使得恰到好处 那这个就是法不好啊 那我能够说 我的法很好啊 天下无双 没有下雪那个双 不是啦 你要好 一定要能够接起来 对不对 所以当你一个人 自己啊 把你的法 奋斗的 亮晶晶 锐气千条 霞光望脏 但是人家到你周遭来 遍体灵伤 那你那个法绝对不好 对不对 那问题在哪里 至于你这个法要能够跟众生相交融啊 对不对 你现在就基本上 结构上 跟众生产生抵触啊 这个就非常的不幸 非常的不幸 你说你的法好好在哪里 同样的啊 就跟我们的商品一样 你的商品也很好 那应该很出色才对啊 为什么在市场都不起色呢 那你又怪东怪西 哎呀 这个上市的时机不对啦 广告不对啦 对不对 当年叫做什么 太平洋电讯 有吗 后来倒闭啊 叫台湾大哥大 他起来了 同一家 同一家 为什么太平洋他就倒闭了 为什么台湾大哥大就起来 那我们不管 但是你倒闭啊 就表示你经营的不好 你这个商品不好 现在叫台湾大哥大 那你的商品好啊 对不对 从众生获得的利益上来看嘛 现在是独占了 快要被政府以垄断法来对峙他了 为什么 他太成功了嘛 成功也不行 对不对 那微卵也是被美国政府告一状 太成功不行了 他的成功啊 表示他的法好啊 他的商品好啊 是不是呀 大圣跟这个意思一样啊 你的法好 你会穷尽 你会被众生接受 那你的法好 不能被众生接受 那不能算好啊 对不对 那叫常租名山 树枝高阁啊 对不对 没有用啊 你去注意看看 所以大圣他带有这样一个玄机 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他的佛法 他这个法上穷必落 他可以一直到最高的地方 他每向上一步啊 对下面的群众啊 他就越广一层 他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想要让他爬得越高啊 那你对群众必须要越广 但是这个啊 他跟完全做广告 雷达知名度的那种商品推销呢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法推动啊 那你一定要能够啊 对众生非常了解 从根器上 从实质上 去交融 否则你法讲得很好 没有用 昨天晚上啊 我找了一本啊 因为我书很少啊 看完的 找了一本啊 李牧大佐的 徐静夫翻译的 因为没有看完嘛 看了十几年啊 看不到四分之一啊 就拿起来再翻翻看 看他老人家 在二十世纪啊 弘扬佛法最得力的一个大德啊 李牧大佐啊 他尤其在美国跟欧洲啊 对于大盛惨法的推动啊 那功劳相当大 我在看啊 他一直在讲啊 无名啊 无名啊 这无名不破了 我执怎么样 我执跟无名是什么关系啊 一直在讲这些 看他实在有头大 我们看了他的文章啊 很清楚可以看到 他还是啊 在文字项上转 他转不出去文字项 他在讲的那个无名啊 我执啊 的这种东西啊 我看了一下 他所讲的啊 就是大脑取向的思维模式 他那么一句话他讲不出来 你把这么一句话带进去啊 就通通破解了 你知道吗 从这一点你来看啊 一个真正啊 得正 有误的人啊 他可以用他自己的语言去表达 他不一定一直在那边讲无名啊 讲我执啊 你知道吗 你一直讲无名讲我执 你一直在那边绕不出去 你就应该用一个现代的语言来告诉现代人啊 为什么一直要用古代的语言来告诉现代人呢 那结果要解释无名又跑出我执 解释我执又跑出无名 两个在那边咬不清楚啊 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他老兄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根本就还没开悟 就还没开悟 你要能够了解的话 你用你的语言一套细红就可以解开了 就可以解开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种说难怪看了十几年还看不完 看不下去啊 那看一段就头大了 他说老是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就跟我们那讲的一样 那怎么一心不乱 没有妄想就一心不乱 绕了半天回过头来 要怎么样念到 不打妄想 你念到一心不乱就不打妄想 所以这两个他老是在那边解释 你会搞不懂他在讲什么 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那老人家可能走过这一关 到后来他开悟了 也不一定了 因为反正我也看不完 看到我往生可能看得完 这个就告诉我们 你想要把那么好的法展开 你要接触众生 真正的深入群众 了解他的心性 从他的立场去跟他解释 你才知道佛法是什么 这是一个关键的 所以我们说 这是大圣佛法的玄机 就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再看第二页 此彼国王应及遗前 法师苦辞不眠 便就泛舟 与祠坛极多侍从 并送书和佛像来朝 而至未寻 辩子侯景侵饶 我们看看这个部分 当时冬天诸国王 就不给他来 要把他躲起来 这个法师苦辞不眠 一再的要辞掉这个工作 想不来 他不能免辞 便就泛舟 就来了 罚船来了 不是罚船 他不会自己罚 搭船过来 这个古印度 到中国来搭船 是很麻烦的 这印度人造船 不像我们中国人 正和下西洋的时候 那个船是世界第一流的 可号称当时的航空母舰 非常大非常好的船 可是印度那个时代 在真地 山藏的这个时代 那个时候的船 是你现在跟你讲 你会笑死的 他的船是用绳子绑的 你知道吗 他不会用钉子 印度人做造船 很奇怪 不会用钉子 这个两个船 轨当中用木板接起来 那船轨跟船轨之间 是用绳子绑的 所以那个风浪一大 一拽的话 船就解体了 所以他们常常便游泳 游到游肚子里面去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出海经商 要想好好再回去的人 时代不多 所以你看说 他泛舟来华 没有那么容易 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呢 大概到 这个中南半岛以后 越南那个地方 接近中国船 那船才会比较好 所以你要知道 身为古代的中国人 是很光荣的 身为这一代的中国人 是很悲哀的 你看 关键就在这里啊 所以他沉船到了 大概现在讲的 这种马来西亚半岛 印度尼西亚那个地方 他们通常都比较安全 就比较安全 因为在印度洋上 有飓风 到了这边呢 是有台风 但是船比较好 而测量台风的情况 当时的技术 也比印度人测量 飓风的情况要好 所以他们 印度人出海叫黑风 黑风其实就飓风 飓风就我们讲的台风 就第一气压一到 天上变黑 结果就狂风暴雨来 那个叫黑风 是指那种状况 这个国王在当时啊 不想给法师过来 那么中国派去 请他来的人呢 要苦苦哀求 到最后啊 他就答应了 要过来了 所以这里面啊 假如啊 你要拍真地三藏 到中国来电影 那这个情节应该很美 有点像我师父 请洪一大师啊 到战三世去 去讲戒律一样 这个 老和尚前 洪一大师的时候 洪一大师不去 不去啊 不去啊 因为我师父那时候 年轻啊 很调皮啊 你不去我好玩啊 他就一直玩 就在南方啊 玩了很久啊 半年啊 快过年的时候啊 那个谭旭大师啊 就来了一个 电报 叫他赶快回去 人请不到 人也不要丢掉 人请不到 你要回来啊 这里忙死了 他就拿着电报 去跟洪一大师说 那 老和尚叫我回去啊 他说啊 你早就该回去啊 怎么不回去啊 他不回去 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你讲 我有个问题 能不能请教你 他说三个也问 不止一个 他菩萨 黄一大师 学界的 你什么意思啊 坐着一拍啊 明天去跟我买三张船票 老人家就被小人家 这样骗走了 就被骗到青岛去 要移驾 一位大德的法家 真的是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这个谁都知道嘛 我想洪一大师也知道啊 不过你如果不吐槽 我就做得好 是不是这样 结果没想到被吐槽 那就不得不走嘛 所以你要做一件事 你要有点本事 那这些要你自己下功夫啊 你说我要去之前 我准备什么 那很难讲 但是你自己脑筋要赚一下 今天敏医师啊 要到大陆去啊 那师父啊 我要注意什么 对不对 那这就对了 因为你心理上有准备嘛 那下礼拜要到日本去啊 那现在就先问了 师父那我回来 你要告诉我 我去日本要注意什么 这个就对啊 你看他笨吗 这是聪明的啊 那笨蛋的人就说 师父我去啦 我去我看你出洋相 因为你不会有心理准备 他有心理准备 我此行啊 应该注意什么 那此君啊 何等人事啊 那我们去啊 要做什么 保证他不会出事 至少他已经请了护法债嘛 有上师加持嘛 对不对 炮弹打到他头上啊 会向右转90度啊 这个就是啊 处事的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我们不懂的人 那好办事 最怕的是半吊子 那不懂装懂啊 那就很麻烦 像他就干脆我完全不懂 那你看看此路应该如何 哦 那就很清楚了 他就这样子 他就这样子来了 跟吉坦吉多 这个人啊 一起过来 他带着 书和佛像来朝 而自卫寻 要来的 这应该是来的一个月的这种行程啊 刚好遇到啊 侯景之乱 这种法师啊 这种法师啊 在这种状况中啊 他寒朱未土 他很有才华 才华还没秀出来啊 就被盖住了 因为天下大乱啊 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很多人啊 财气中横的啊 想要一展宏图啊 结果经济啊 被政治拖下台了啊 就通通是寒朱未土啊 财产一下子啊 减掉三分之一啊 那这个就有这种情况 所以 即使有天大的本领啊 他都是这个样子 会日暂停 这个想要展现的佛法 都没有办法展现 而欲缓缓 他就想要回去了 岁主执经义 阴贤 这个时候啊 就父主啊 就交代啊 这京城里头啊 这些 知名人士啊 有才气的 有姻缘的 有善根的 这些人啊 像慧贤 志少 志凯 谭政 慧文 与 甲 黄越 大将军 太保 肖公伯 这些人啊 在大梁 成圣 三年 遂赐 魁游 九月十日 像这种记载 只有中国人才会有 用废话 写一堆啊 年月日时 记载的特别详细 这是中国人对历史的一种重视 印度人从来不记得这个 顶多是有那么一件事就过去了 那我们在时间的记录上面啊 非常重视 这是中国人写文章啊 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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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横州 始兴进 建兴市 这 这横州 我就不知道在哪里啊 应该来讲啊 是在江西省 这个 这个附近的样子 敬请法师 敷衍大圣 残阳密典 四岛迷途 在这个地方啊 来请 真帝三藏来翻译这些经典 那个 他翻译的很多 真帝翻译的很多 真帝这位法师啊 在我们中国 易经史上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因为他翻译的经典 蛮好看的 跟十菜难陀 跟九某螺蛇 不相上下 另外一个 那就是菩提流知 那 有人就这样 把他称为 这个 易经四大德 有的是把 真帝 易经 九某螺蛇 跟十菜难陀 称为 四大德 这个组合不一样 有的把玄壮大师 带进去 那把这个 易经给除掉 那 大概我们知道 这几个人呢 在中国 易经史上 是相当重要的人士 他在这里啊 建新式啊 翻译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最翻译 诗论一卷 就是翻这个 起信论一卷 以明论直 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 他这个起信论 这样翻 古人啊 比较含蓄 他这样写啊 最翻 诗论一卷 以明论直啊 可见这个论啊 他有删改过 你知道吗 他这个 这个地方这样写啊 已经暗示我们 有真谛的意义 意思在里面 有些地方啊 他的 不照原文翻译 他的意思的 这种讲法 就表示啊 志凯啊 对于真谛的 意比啊 他有不同意的地方 但是他并没有讲 他不同意 他只是这样讲 这个怎么不同意呢 现在我们从 这部论的 原点来看啊 我可以发现到啊 这个真谛在取论 意的时候啊 论的意义啊 是要让中国人去了解 因此啊 原点上有很多东西啊 他重写过 让中国人好了解 而不是忠于原点 他重点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翻译法 就比较倾向于啊 纠摩罗舍的翻译方式 有纠摩罗舍的翻译风格 而不是玄壮的翻译风格 玄壮的翻译风格 是指 忠于原文 忠于原文 他不轻易删改 他不改 甚至于啊 他要维持啊 原音 音译 而不意译 那纠摩罗舍跟 这个真谛在意这个经典的时候啊 他通常是采取意义 甚至于在意义当中啊 他还有很大幅度的 删改或增加 做补充的 他是从意义上啊 去把这个意义给圆满 那这一点啊 要有相当大的 造语跟魄力才有可能 你知道吗 我告诉各位啊 你要能够遇到这种大德啊 跟遇到佛一样 跟遇到佛一样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人怎么可以乱改啊 在经典里头啊 我们有一个前提 对于佛所说法 谁都不能改 改了 出了问题 英国要背啊 对不对 谁敢去改啊 那么他敢改 他敢赴这个英国 对不对 在这个前提之下讲的 假如这个人不懂英国 不知道说 改变佛陀的意志 是破佛毁伐 要下无间地狱 那他不 不能算是佛弟子啊 那他既然知道 又敢去承担 他没有跟佛一样的胆识 他敢吗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清楚啊 这些人啊 能够在历史上流民啊 都是跟佛一样的 所以九摩罗舍啊 号称啊 历代诸佛的意经师啊 不是没有道理啊 人家是早已成佛啊 不愿成佛啊 视线来这里当佛陀的辅尘啊 来带他翻译的 有没有 所以我们能够遇到啊 算是你很大的福报啊 很大的福报 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两个佛啦 释迦牟尼佛跟真地佛啦 他才有这样的胆识啊 像我们的话 你敢吗 对不对 你说不懂 你不懂就你去不懂餐 对不对 你叫我改啊 做梦 是不是 叫我背英国下地狱啊 我怎么敢改 人家就是敢啊 他敢 他一定有那种能耐 没有那种能耐 他不做 什么能耐呢 这一法 究竟通达的能耐 你知道吗 这一法他没有究竟通达 他绝不敢动笔去改他 即使在解释上都一样 都一样 诸论也是一样 你写下来的论 是真正佛陀的本意呢 还是破碎大道 破碎大道知道吗 当年张昌音啊 张昌音知道吗 我看你们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讲什么了 宋朝的一个宰相啊 到舞台山去 他就写了一些著作啊 就就就就在那边啊 吹牛啊 吹吹吹吹啊 就有一个啊 小孩子出来啊 那他就跟那小孩子吹牛说 写的多好多好 这小孩子说 那他就问那小孩子说 你看我这样讲的怎么样 怎么没有鼓掌啊 他说你讲的都破碎大道 他说什么破碎大道 他说古德在讲 讲经论道啊 点道为止啊 生气佛子啊 你现在洋洋洒洒 绕一大圈 不知道绕到哪里去啊 你讲的虽然也是佛房 不过破破碎碎啊 不成一条路啊 所以叫破碎大道 这张商音就骂他 这小鬼不懂事 这古德的心血啊 就在骂的时候一面说 突然间前面起了一阵风 他抬头一干啊 那小孩子啊 骑着青狮子啊 往北边去了 不理他 他才知道 原来是文殊菩萨视线 那幅画现在很有名 叫菩依童子啊 小孩子 披头上法 穿着菩草 就在丁拜祖的 张衰衣 那种衣服啊 有没有 现在人啊 大概都是破碎大道啊 那他不是 很精简 能够上抗诸佛 只限于这个部分 其他就不知道 佛是圆满穷尽的 对不对 那我们后来的主师大德 就算再有成就 也是在这一部分 不是全范位的 你知道不是全范位的 就这个部分 像我们现在来讲 经论师啊 可能在经论上 跟佛一样的有成就 可是定功可能没有 我们禅师可能定功 跟佛一样有成就 经论上面可能没有佛陀的 能耐 知道吗 有些人 奇观 智慧可能跟佛陀一样的了不起 定功可能不够 成观能力很高 很强 跟佛一样 你密法神通可能就一窍不通 你称为法王跟佛一样 你禅定可能一窍不通 不要以为你有点成就就了不起 佛陀是全方位的 我们其他人都在某一部分而已 所以你某一部分有成就啊 必须要再谦虚 为什么 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再一次出发 这个叫无尽的超越啊 你不要现在一有成就 你又忘了我是谁啊 你虽然可以跟佛陀同一鼻孔出去啊 你只有鼻孔跟佛一样而已啊 耳朵根本跟佛就不一样啊 只有一部分不能算成佛 只有那一个部分 算是你有卓越的成就 但是不能 不能够以那一部分来涵盖全部分 知道吗 这是我们自己啊 应有的一个认识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说啊 给我们一个启示啊 一个启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玄文 我没有查我记不起来 这个玄文是指什么 有二十卷 大品玄文四卷 十二因缘经两卷 九世一章两卷 传语人 天诸国肉之首纳等 这传语就是语语啊 把这个语音啊 翻译成我们中国字的部分 这是翻译的整个 整个过程啊 直笔人自开 这个直笔人啊 就是有我们叫论文啊 这个文章 首先啊 在古代翻译经典是这样 把泛文啊 翻成 中文 不是 把泛文啊 翻成 中国音 就泛文的音啊 用中国字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中国字的 这个音啊 再翻成 意义 意思是什么 那么这个意思啊 会 会 会 接着乱七八糟的 那 比如我的名字叫什么 它可能是名字 像我们讲的姓 名 那么它是名字姓 有这样颠倒的情况 那么再从文法上去把它调过来 调完以后 文字会比较顺畅 顺畅以后它要论文 变成我们可读的 在论文的这个时候呢 你还要在论文完毕以后 再翻成幻文 给那个易经的那个主法的人听 他在听你中文这边的 翻过去的幻文 他在笑对 你的意义这样翻的 对不对 这样问题啊 真正易经家 他的问题就在于 你从中文翻成幻文以后 他认为有问题 你要改 要改啊 那个时候不是改幻文 是你中文要改 这个时候啊 他们两方面啊 会有一个叫做什么 我们现在叫讨论啊 这个讨论啊 会有一些争执 他要改中文这边的人说 我听没啊 那听没你改了以后 这个不是佛陀的本意啊 那佛陀的本意要讲到你听懂的时候 易经家要做一个责任上的判断 这叫责任上的判断 就我要让他忠于佛陀的意思 给你去听不懂呢 还是要让你了解佛陀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时候为了让你了解佛陀的意思啊 他会把原文的意思啊 修改 变成让你了解 知道吗 也就是这个原因啊 古代的易经师啊 他有这种魄力啊 所以我们才发现一个很 很特殊的现象 梵文是一个文化系统 中文是一个文化系统 把梵文翻成中文的佛经啊 变成第三种文化 变成第三种文化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把梵文翻成中文以后啊 中文再翻为梵文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你会发现啊 文艺啊 跟文化背景啊 会完全不同 我们现在假设 把即使有那样的经典一堆啊 把梵文翻成英文 把中文也翻成英文 你会发现啊 中文的英文佛经啊 跟梵文的英文佛经 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会完全不同 这个时候 由外国人 由现在的欧美人士啊 来看这两本英文佛经啊 就知道中国文化 跟印度文化的差别在哪里 现在我们看不出来 我们中国人一直以为 你所读的那些才是啊 那是意义上是 但是佛陀的本怀 所指的那个部分 跟你的是一样 可是在表达的上面 是完全不同的 佛陀的本怀 是没有错 因为当时易经家 易经家的机制啊 他是这个样子 本怀是一致的 但是表达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造成两种文化系统 同一个东西的两种文化 也因为这个原因啊 佛教在中国啊 生生不息 因为他已经中国化 已经中国化 假如佛经在中文翻译的过程当中 没有中国化的话 那他会有两个大弊端 第一个 佛教会自己消灭 在几次啊 毁佛事件中啊 他就消灭了 第二个 佛教不会被道家所吸收 不会被儒家所承认 大家知道 儒家跟道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啊 佛教不是非主流文化 但是我们发现了 佛教在这一个主流的社会里头 他是一个非主流的文化 可是他的影响层面啊 比主流文化还要广 比主流文化还要广 那就是 他佛经在翻译的过程中啊 彻底的中国化 他是以中国人所能接受的立场啊 来翻译的 不是以佛 印度人的立场啊 来翻译 这是他最大的特色啊 最大的特色 现代人在翻译就不可能了 为什么呢 他一直要忠于原文 一直要忠于原文 那就翻译不出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里啊 提供给各位参考说 他们在翻译的过程 是怎么样进行这样的一回事 那我们现在在看 有很多秘教的经典啊 他就很麻烦 秘教的经典 因为秘教的经典到了宋朝以后翻译的多啊 即使在唐朝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翻译啊 他都没有办法像显教经典的规模那么大 所以后来的秘教啊 之所以会衰退啊 你就可以证明刚才所讲的 因为他的翻译是以印度人的立场翻 不是以中国人的立场翻 你再打开秘教的经典来看 那建设难读 很难读 不像啊 这个真地翻译 石材难陀翻译 或者是九末罗舍翻译的 那么盛唱那么好读 实际上秘教的这种衰退 在中国本土的衰退啊 是没有 有人说是跟慧昌有关啊 当然不能够这样讲了 可是秘教的这种经典到日本去 却很流通 为什么 因为日本人看中文啊 反正看懂跟不懂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所以他们就不会衰退 日本人看中文跟我们看中文不一样 我们看中文啊 也顺于不顺啊 不顺啊 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像刚才一念你就知道哪里不顺啊 可是日本人顺不顺都差不多啊 反正他本来就头晕晕的 在看到感冒的文章 他也是差不多晕晕的 所以他没差别啊 所以你很顺的跟有点不顺的都差不多 但是啊 我们来看就不一样 所以秘教的衰退跟不能兴盛啊 你可以从他的《易经》文章里面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假如我跟你说 那秘教的经典啊 他的咒语啊 他的咒语啊 假如都在中堂以前翻译的话 我想咒语通通会翻出来 通通会翻出来 你知道沙婆婆怎么翻吗 沙婆婆啊 我们咒语到最后不是都沙婆婆沙婆婆吗 大碑咒不是好几个沙婆婆吗 对不对 沙婆婆什么意思 道家就把它翻成 积极如律令 积极如律令的意思 就是圣子道 你知道吗 圣子道就通通要跪下去啊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赶快把它做啊 那你不懂得他意思啊 那为什么他会一直留着不翻呢 后来没有人能翻啊 因为以前的异常里面动不动好几千人啊 所以他好翻啊 后来的异常就没有了 都五六个人翻就已经不得了了 那就没有办法进行这种工作 这有差别的 这有差别的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谈这个咒语的 这种 那意义跟翻译方法 我们今天把这个部分给讲完就好了 下面讲 首尾两年方起 这头尾啊 这部论啊 翻了两年 马民充子更要于 马民的这种 灰红的宗旨啊 在这个时候啊 就 跳跳出来啦 斜见之流啊 服从正化 当时啊 在佛门中 所畅行的 那一些斜见啊 支见有偏差的 斜见不见得都很恶劣啊 支见也不太正的 也像不对的那一种啊 服从正化 完全被矫正过来啦 魏京南北朝的佛教观念啊 我跟各位讲 跟我们现在的佛教观念很像 你从现在的社会上 一般人对佛教认知的这些错误观念 你可以看到啊 整个人类历史上 对于佛教的认知啊 是差不多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 魏京南北朝的时候啊 尤其到圣堂啊 可以说当时佛教的圣况 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一样 那么当时的这种斜见之流 跟现在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当时也有很多很精进 很正知正见的人 也有很多 但是啊 都很难啊 苍阳于是 他只能够教化一方而已啊 那斜见啊 他会怎么样 他会自动的会弥漫出去 这很奇怪啊 像我们现在 讲到气功 都跟佛教有关 讲到健康食品啊 也跟佛教有关 讲到中医啊 也跟佛教有关 有没有 怎么吃会健康啊 跟佛教更有关 为什么 这些都是斜见啊 他就绕着佛教不走啊 关键在这里啊 甚至于打什么气功啊 人家外面还没流行啊 在佛教坛里面先流行 为什么 因为斜见的佛教啊 是怕死的佛教 正知正见的佛教 是没有死这个东西啊 你知道吗 他不是不知死 他是不怕死 他知道死 生老病死 怎么不知道 但死是最后一关啊 他就把他除外不谈了 死来了 来了就死了嘛 你研究他干嘛 他才不会去研究 只有斜知斜见才会研究 所以你现在看 什么叫生死学啊 中医生超度法 当他在新生的时候 正法就流行 用心在说 我们现在好好修行 而会跑到那边去呢 那就是斜见之流啊 很多啊 那你要去拨乱反证的时候 你自己会鼻子灰 我要再讲几次 我的鼻子灰比连战还大 你知道吗 这个是碰不得的 你没有福报啊 斜见在横流的时候 没有足够的福报 你没有办法去抗衡它 这是很明显的一种状况 所以你不要担心 古代这样 现在也一样 现在问题是 你能够抓住正法的流脉 这个才是重要的 正法的流脉 那建立自己 自己的正知正见 这个才重要 这个才重要 假如你不从这里下手啊 那你经常会被斜见清洗 错误的知见啊 常常会清洗我们 这样讲也没错 那样讲也没错 所以经常有人在跟我们讲说 师父要怎么样去祝念我们来组织什么 那都是我们又遇到灾难的时候 你跟他讲不要弄 他说那么不同人情 要弄下去 那师父就怎么做才公就好啊 对吧 你跟他拒绝也不是 不拒绝也不是 那怎么办 所以当这种意见在出现的时候 就是正法到场 遭逢磨难的时候 那没有办法 他说要 他是世间人情嘛 你说不要 那你不同人情嘛 那你要守住正法呢 还是要让他灭顶啊 那就看你了 最后一段 余生开不见胜 性欲悬直 面与其忧中 恋爱无疑 不愧无闻 了有具体 倘欲自责 四垂改作 他好像是 是讲来遇到我的样子 这文字很美啊 这个大家看就知道 我想不用讲了 不过跟各位讲一个公案啊 这个恋爱无疑啊 这个出家人还恋爱不疑 不疑 天天在恋爱啊 有个公案啊 有个比丘尼啊 去问赵州啊 说佛法有秘义佛 赵州和尚知道吗 他活了120岁啊 也是很老的人啊 老人嘛 很老的人 活了120岁 他那个时候大概 八十几岁吧 他八十岁还在行脚啊 八九十岁的时候 有个比丘尼啊 我不知道多少岁啊 他只是友尼问约啊 有个比丘尼啊 这比丘尼大概还蛮年轻的样子 从公案里面来看 他佛法有秘义没有 有什么特别的 还有没有 你讲嘛 这个赵州啊 走过去啊 就在肩膀上 把他抓了一下 我不知道他怎么抓啦 不知道把他抱起来 还是怎么样 这比丘尼说 你还有这个在 你懂意思吗 你还有这个 还有男女的这个 你还有这个在 那意思是你还在想恋爱啊 赵州说 你还有这个在 你知道吗 这两句话是一样 你还有这个在 你这个人啊 老不羞 还那么动手动脚的 赵州说 你还有这个在 你知道他在讲什么 你还有这个分别心啊 我这个老头子啊 因为他在讲 你还有这个在 可见他年纪 并不大 假如他也是七八十岁 大概就没有这个在 因为他还有这个在 可见他年纪还不大 对不对 但是呢 他既然会讲 你还有这个在 可见他也不是太年轻 应该不会是二十二十岁的 应该是五六十岁的 这种状况 这里面我们要跟各位讲 这个公案在哪里啊 佛法还有秘义吗 那么他在讲的意思啊 他动手在他身边 抓一下的时候 不管他怎么抓啊 扔一个还是 扔一个还是 扒一个不知道啊 告诉 就告诉我们说 这秘义啊 那个玄子啊 就在你身边啊 就在你身上啊 你不要外求啊 知道吗 所以哦 很难教啊 因为这个东西 他根本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 你知道吗 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 假如说 用语言跟你讲说 他就在你身上 在哪里啊 那不是更糟糕 对不对 我说就在你身上 他那个身是指本体啊 就在你的本体上面啊 所以这个在语言表达上面啊 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 就用动作 动作的时候 你还有这个在 那就完蛋了 完蛋了 所以他在另外一个层面 在讲 你还有这个在的时候 比起你就体会不出来了 体会不出来 学佛啊 参透玄职啊 那才叫高明 我们希望各位啊 能够真的从这个地方下手 不管是顺境逆境 都一样 心在道上 心在法上 不为外物啊 所欺凌 不为外境啊 所灵涕 这样子啊 我们要想啊 一朝啊 凡尘脱落啊 那立地成佛 就有可能 阿弥陀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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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